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市场交易的影响 4月18日,一场声势浩大的网上直播交易会 在福建实施拉开序幕 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 10个会场,25场活动,41场专场直播 将帮助当地企业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 自1998年起,每年的4月18日 是实施举办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的日子 受益性影响和宅经济的触动 今年148还不会搬进了直播间 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疫情期间本来 不管线上线下都会产生库存的压力 直播这一方面 以政府搭台 让企业来唱主导式 我认为有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次的企业配合度都是非常荣誉 因为现在这个期间 大家压力都非常大 只要每一个机会点 大家都不轻易地放个 2月下旬 实施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实施品牌服装网上直播专卖节 汇聚了超过150家 实施本地品牌服装企业 上万款服装好货 通过直播带货 或引流销售的经营额 突破10.8亿元人民币 我们从10年就开始做电商了 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对我们电商而言相对来讲会比较小 直播或者是微商 或者是各种平台的这个带货 我们一直都是走在比较前沿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再加上今年的这个直播潮的特别火 我们今年会加大力度对直播的这个项目 会更大力度地去推进这个事情 今后 实施将持续常态地举办各类直播活动 每年推出春夏秋冬两季直播专卖节 将时尚晾装 饕店美食等时尸圆端好货 对接给各直播机构 并推出系列政策措施 大力推动直播产业发展 全力达到时尚之都 网红城市